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体育 咱们来今天说一说这个姆巴佩和巴黎舍尔曼硬钢的这个事 就是现在来看姆巴佩为什么有底气 那么巴黎舍尔曼为什么要硬钢 其实呢,这个原因已经都知道了 就是因为合同虚约这个事 姆巴佩想走,巴黎舍尔曼不想让他这么干干净净的 你最起码你得签个合同 完了之后他得要钱,要转回费 巴黎舍尔曼不想竹篮搭水一场空 但是姆巴佩为什么这么硬气 说白了,你看今天啊 这个法国公会就站出来了 支持,公开支持姆巴佩了 如果说姆巴佩要是被遭到禁赛血藏 这就是姆巴佩的底气 因为姆巴佩是巴黎法国的户口 姆巴佩作为现在法国足球的这种国宝 那谁要是敢伤害姆巴佩 那对不起,你不仅仅是与姆巴佩个人的事情 你更是与整个法国足球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就是姆巴佩的底气 那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利弊 其实呢,双方硬杆对双方来讲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 都是弊度 巴黎舍尔曼这边的弊端在哪里呢 首先巴黎舍尔曼要顶着整个 这个法国足球巨大的这种压力 还有一点呢,姆巴佩毕竟是你巴黎舍尔曼的头牌 季战力也是第一的 那么你如果说选择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 那么你势必就要遭受到一批忠实粉丝的托粉 对不对,姆巴佩它是有很多粉丝的 俱乐部战绩的打折扣 那么咱们来分析这两点 第一是损失姆巴佩粉丝这一块 我感觉巴黎舍尔曼无论如今再怎么做 姆巴佩这边的粉丝他势必将会失去 因为就算是这个赛季姆巴佩不走 下个赛季姆巴佩一走 这些粉丝你该丢还得丢 对吧,他是不会成为你巴黎舍尔曼对粉的 粉丝的流失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点是战绩的缺失 这个也是巴黎舍尔曼一个 对于把姆巴佩摁摁在替补席上的一个弊端 但是你想一想这个赛季巴黎舍尔曼 做了很多新球员的这种引进 包括主教练也从加尔迪埃换成了恩里克 那么姆巴佩的缺震会对巴黎舍尔曼有多少影响 目前来看这个影响还分析不出来 但是有内玛尔的领衔 有主教练的这个恩里克的坐镇 就算姆巴佩不提 我感觉巴黎舍尔曼可能也不会损失特别大 因为有内玛尔因为有恩里克 还有那么多新来的这种球员 他的这个阵容感觉比上个赛季 这个角色阵容感觉更好一些 那你要主力阵容肯定是不行 因为毕竟没吸已经走了 他就算是牺牲一点点战绩的话 只要这个球队还是平稳的 有惊无险的向前走 我跟你讲姆巴佩这边就很尴尬 对不对 这就证明什么有你没你我都过年 这个是咱们需要搞明白的事情 巴黎舍尔曼为什么选择硬刚 他在维护他俱乐部的尊严 他已经把姆阿佩就是捧上天了 但是这个时候绝对不允许有人能够站出来 挑战俱乐部的权威 让俱乐部难堪 那这样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能力 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小情绪 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想法 来公然的和对和俱乐部搞对抗的话 我跟你讲巴黎舍尔曼已经很不体面了 因为梅西的离开 那么如果咱让姆巴佩这么一整 巴黎舍尔曼感觉这俱乐部的颜面 彻底的荡然无存 所以说巴黎舍尔曼就是不论这个事情 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必须得硬气点 拿出一种态度和姆巴佩硬刚到底 他在维护他可能眼里所谓的俱乐部的尊严 是他自己所谓的 那么姆巴佩这边呢 其实我感觉要是硬刚巴黎舍尔曼的 那肯定是不得一个硬汉 对不对 不为俱乐部强权这样的一个美名 但是姆巴佩要选择硬刚 我感觉姆巴佩会损失三点 第一 你要选择硬刚长期待在替补席 你个人荣誉肯定是有所缺失 第二 个人数据肯定是有所缺失 那你想一想 现在哈兰德和姆巴佩并称欧洲双子星 哈兰德这边现在是顺风顺水 春风得意 一系列的这种运作 包括进球 特别顺 上个赛季还随着曼城拿到了三挂王 姆巴佩这边呢 完全就是反方向 除了在国家队这方面 俱乐部这方面 对内环境也不好 完了之后呢 自己踢的呢 由于梅西离开 他已经预言到 未来踢的肯定会不顺畅 不开心 所以说姆巴佩在一硬杆 势必会造成 他如果说巴黎舍尔曼 就给他嫩在替补席 他也没招 姆巴佩已经做好了 做替补席的这个准备 但是由于上个赛季和这个赛季 那么你可以预想一下 哈兰德他的这个数据 要完全盖过姆巴佩 那么势必在风评上 势必在各个方面 也要比姆巴佩更好 那么姆巴佩可能 在和哈兰德的竞争上 就会处于下风 数据上处于下风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个人的状态 如果说这个赛季 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出场时间 对于姆巴佩 个人状态的影响来讲 也会大打折扣 但是姆巴佩 为什么会选择硬章 没办法 巴黎舍尔曼强权呢 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 姆巴佩没有什么错 我合同我也签了 去年我也选择续约了 我就是按照合同办事 而今年我选择不续约 明年 我两年到期了 我选择跳出合同 这是合同里边允许的 我想找一个更好的平台 自由发挥一下 完全无可厚非 其实姆巴佩所做的一切 就是按照合同办事 没有什么错 只是巴黎舍尔曼 要维护他自己 所谓的那种尊严 权威 怎样怎样的 其实巴黎舍尔曼 本权他就不占领 姆巴佩完全就是按照合同办事 那么双方既然选择到硬杠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种伤害 那么巴黎舍尔曼这边呢 很有可能一击眼 如果说法国的某些力量 干预的太严重的话 那巴黎舍尔曼可能一气之下 就选择撤资 但是没办法 如今造成这种局面 就是你巴黎舍尔曼造成的 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论你怎么想 我跟你说 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姆巴佩这边 我感觉没什么 就是完全按合同办事 那要是硬杠 无非就损失那几个点 对不对 数据荣誉和个人状态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